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服了 多撒撒娇 姐姐不能叫啊 要叫妹妹 上会火就会火 会火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龚俊 哈喽 工作力强哦 今天嘉宾是小富 好好好 租金是什么 先上租金给我看看 今天就说租金要是合格 咱就继续采访 要不合格 我今天可以下班 要不合格 一定合格 私人定制 你先给我瞅瞅 听说我们龚俊老师是什么 是穿搭界的发布点 是 我们为了让我们龚俊老师 以后也能混成 我们回到小姑娘里面 穿搭粪本 我们今天带来了什么 整活 下班了 收账你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脑子要领便办 就我知道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咱们脑子不太好 下班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看哈 你这衣服啊 硬的都染色了 先收下 但是这我觉得这远远不够 听说你们会伙粉丝都挺多啊 咱这样安排一下 就是说哈 不管是微博还是抖音 咱们加起来发十条 发十条 行吧 你可以把这个采访剪成十次也行 我们会伙不是那么 不是偷鸡摸狗 不是说采访十条这种太简单的 直接就发水条 可以啊 同意同意 言归正传 采访吧 千千发不会 网上都是咱们笑料 那数据 那视频 哎呀我天 当你晚上睡着了吗 反正很多朋友给我发吧 直接给我甩链接 哈哈 每一个朋友我都会回复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这不是有意的 我真服了 同学的爸爸还给我发 但是为什么你会加上同学爸爸的微信 因为是有个这么个流程 他爸爸爱看演唱会 然后呢 有一次就托我去给他搞演唱会的票 哦 现在找龚敬老师还能搞到演唱会的那种票 哎 不想不想 都别来找我了 最近不行了 这就是要欠人情 你知道吧 这种事 我去要别人演唱会的票 我欠别人人情 那就是说 我以后万一这个演唱会 我以后万一这个演唱会 这可不好整 是吧 啊 啊 没有演唱会 有有有有 好好演戏 咱多拍点 你说演唱会吧 得准备一个一月吧 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都拍戏了 还整这些 干什么 万一没人做不满 就尴尬了 哎 我一天都不都让唱 那天晚上之后 你最不敢回响的一个笑料是什么 手指嘛 其实那个真的 咱就看看 这闪不闪 闪 有合作要配合 咱得闪一闪 他们又给我出题 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我就想留一只手 把这个闪的留下去 结果给整错了 哦 整晕了 整迷糊了 然后我就马上就搬回去了 这谁敢那么整啊 对吧 我真没想到那个发布会 还整这么多 但也没有故意去表现 懂吗 我就不是故意的 哎 我真不知道我哪里搞笑 我真服了 哎 所以你害不害怕自己以后的搞笑急警越来越长 没关系 咱们就是说搞笑还不好吗 对吧 让大家开心 让大家快乐 咱们那么多前辈 对吧 小明哥哈 那么多急警哈 哦 哈哈哈哈 超哥哈 那么多急警都不怕 我怕什么 呀 比 中中中 你有看到大家给你和密节曲的CP名吗 啊 我只知道顺手牵羊 还有一个什么蜜 三十字的什么蜜 公虾米 哦对公虾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吓到他了 牵他的时候吓到他了 公虾米 我是你 啥意思呢 公虾米其实是米来语 啥意思 讲什么 我们讲什么 对对对 公虾米 我是你 天天晚晚年 我会唱这个歌 是挺搞笑的 我们其实有看到那段醉酒大剧 又来了 这段醉酒大剧倒是喝多少 哎呦我天真浮了 是这样的 那段戏呢 其实原剧本可能因为对于场地啊 还有人设 有一些不合理的那个设定 我就说吃完饭了 要不让那个同事 给我有个保分杯 然后就说你给我装点酒 这样的话 待会这个感情会放大一些 会再更快一些 然后喝 我说没感觉 就去喝整点 我就边喝边演 哎 我觉得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准的 然后导演喊过 过了之后 我那个酒瓶就算了 那不得了 那真的 到了那个点上 一下即时再撑住了 就睡了 两杯 两杯 保温杯这么大呢 我给整完了 而且喝的太快了 太快了 不要喝太多 对 劝大家劝难 那你的酒量 保温杯 中等天下 我是中等吧 当时的情境是一个怎么样的戏啊 不能剧透 这很重要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转折点 当时的感情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爱恨交织 内心非常交织 到处就知道了 你平常自己私底下喝酒的时候 应该不是喝完就会哭的类型吧 呃 咱就说 也有 也有 但少 大学了 咱别问了 哈哈哈哈 打住打住 剧里面啊 其实岳出大人 天天追着狐妖们 叫 妖心姐姐姐 妖心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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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为妖心姐姐 什么叫狐妖 那是 红红 红红 叫人家姐姐 那刚开始你叫的时候会适应吗 刚开始 刚开机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适应 因为他是个非常外放 跟我之前角色 反差非常大的角色 但是叫了叫了也都熟了 嗯 但是呢 到了中期吧 月初会下屠山 他就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叫 妖心姐姐 嗯 是 就叫红红 大家对 珍惜一下这个哈吉米的时光 妖心姐姐 我错了 我错了 真的啊 那粉丝们想听 你叫他们姐姐 可以给我们来一个 超甜超甜超甜的姐姐 你说话能不能别讲 哈哈哈 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来一下 姐姐 哈吉米哈吉米哈吉米 好 为大家争取到福利了 哎呦我的天 那你平常生活中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叫别人姐姐 就我姐姐 我才会叫姐姐 或者是你比我年长的 就是非常亲近的人会叫姐姐 姐姐 那你认同撒娇男人 最好命这句话吧 嗯也认同吧 因为是说点好话吧 男生还是有的时候要主动的说些好话嘛 对吧 哄哄对吧 对 哄哄哄哄哄 这个角色还是需要的 包括人在平时生活中嘛 对吧 你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 大家都说了点甜言咪 对吧 大家心情才会愉悦 是 不能吵架 吵架也行嘛 就是男生嘛 让着点哈 多撒撒娇 姐姐不能叫啊 要叫妹妹 那发布会的时候你说过 因为出这个角色 离你本身其实会有一点远 有一点差距 对 然后你刚刚也说嘛 因为他这个角色非常活泼 那你还不够活泼吗 在现实生活中 但是是工作状态 要是下班了 我其实话比较少 除非是为了这个工作需要去社交 然后我其实一般不会咋去 说一些有了没了 没有他那么外放 感觉我是那种为爱 为爱做一的这种人 就是工作中这个 必须得 大家不能太干 要是我这个采访 告诉你 对吧 这就没意思吗 真没意思 咱把你的脸干什么 给谁看 是啊 因为蜜姐说你天天在片场唱歌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也看到你跟他唱歌 如果可以好像这样 如果可以 你咋知道 我现在你回到那天相遇 那最近歌在里面有什么歌 最近喜欢听 Harry Styles 哈卷的歌 哈卷的歌挺放松的 Water Melon 西瓜 挺好听的 The Weeknd 哦 那个彭哉歌 哦 这几个我都喜欢 那最近歌手有看吗 我看 最近太忙了 看了很多剪辑 娜姐的剪辑挺搞笑的 娜姐也挺搞笑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歌手出来之后 大家都在cue工具 真的像工具来 然后还列了一个金牌团队 我活了 我真的消瘋了 金牌团队 你有没有想推荐谁去歌手应战的 我觉得 宫林娜了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还可以 是吧 同样性功 感觉那唱功了得 那不得了 我觉得可以啊 说不定 能与之一战 那想知道你是如何天天保持如此饱满的状态 我其实昨晚失眠了 今天好多家采访 加四个直播 还有斗子要拍 还有ID要录天 疯了都 没关系 但这都是工作 咱还是得保持专业的精神 之前刷到过你的红毯视频 咋了 好开始 麦拿掉 来拍 这个应酷媒体啊 然后给记者们Q流程的那个视频 你记得吗 忘了好多呢 那你主动Q流程是为了不让自己尴尬还是 Q流程是为了就是有一点是为了不让自己尴尬 因为这么多陌生的人 对吧 咱就是说啊 自己生意大 就不尴尬了 那你在生活中其实也是这样吗 为了就是不要整个厂子冷下来 然后你会整一些花火啊 也不是花火吧 就会多说一些有点美的 我都怕这个大家现场太冷了 让我期望回起来 让大家都开心一点 那你吵起以往这样会累吗 就是非常内耗自己其实做这种事情 不会老实想你下一句要说什么 哎冷场了怎么办 就会非常消耗自己 但是我这性格就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那我真的很想问 你们一人走到那种红毯上面 面对那么那么多的电影机 像粉丝啊 或者是媒体 大家在喊你名字的时候 到下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紧张 你开始乱放啊 咱们不能出丑 对吧 但是呢就是走多了 走多了 咱就是走自信 对吧 你看看别人那个刘文老师 对吧 那踢台 那粉 对吧 非常松弛 非常高级 学习 咱们能走成这样 真 你无二哥 咱就是没得夸也可以变夸 没有 你推完 有 你 你 我